好 大家好 又来到相同哀乐围Online的时间了 这样很快去我们的季节更替 我们讲完冬季之后,接着就来说春天的星座 春天的星座大概会讲什么呢? 我们就会讲一下狮子座、巨蟹座、后发座、室女座和木夫座 之后在下一堂我们就会讲一下大虹座、小犬座、船帆座、船底座、长蛇座、巨蟹座和乌鸦座 那我们看看春天的星座是怎么样? 春天的星座其实亮星也不少 但是总体来说,春天的星座就比较静一些 其实除了这个北斗七星之外 也很难说哪些星座的图案是比较突出或者是一个地标性的图案 不是那么多的 所以春天的星座可能会比较难辨认一些 加上我们在澳门或者附近地区的朋友 春天的天气多数都不太好 所以看春天的星座的机会就更加之少 一般来说,在春天的星座之中 有几个星星的一些组合是比较容易辨认一些的 例如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就是北斗七星 好像一个斗那样的 但是在澳门光是稍微厉害一点的话 它就看得不太清楚了 当然北斗七星就不只是春天才看到的 还有其他在其他季节都会看得到 但是在澳门的话 它有时下山就看不到 另外就有这个好像不像一个反转型的问号 或者一个勾撞的东西 这个就是狮子座的头部 这颗两星就是圈圆十四 狮子座的尾部就有五帝座一 另外在这个春天的星空来说 有一个小星座 其实它的图案都比较容易认的 就是这个乌压座 就是一个类似梯形的四边形的形状 因为它周围附近是没什么亮的星星 所以就显得虽然这四颗星的亮度不是十分之光 但是在一个星星比较稀疏的背景之下 它就是比较突出的 当然我们要移一移 因为刚才这个位置就是靠近不天极的地方 这个位置就是比较偏蓝一点 我们今次这个春天的星座 我们也会介绍这一边比较偏蓝一些的星星 这些星星基本上不是那么容易见得到的 第一就是它很多时候会靠近南边的水平线 第二就是它们出现的时间 因为它们很靠南边 所以它们在地平线出来的时间不是很多 而这一颗就是全天第二光的星星 老人星在澳门是见得到的 但是大家都是需要一些技巧 以及要夹天时地利 夹对之后其实它也挺光亮的 也挺容易辨认的 但是首先你要知道 原来在这个位置是有一颗老人星在这里 好了 那么春天也有一些星星的组合 也可以例牌 也可以组成一些三角形 例如狮子座的尾巴 由五帝座一 室女座的角兽一 木夫座的大角星 就可以排列成一个近似等边三角形的形状 就是这个春季大三角 如果再加上这个猎犬座的上层一 就构成一个这样的灵形 像不像一粒钻石 有很多朋友都觉得它是像一粒钻石 所以我们又给了个名字 叫春季大钻石 除了起角的图案之外 春天也有一条春季大曲线 就在这个北斗七星 或者叫大虹座的尾巴那里 一路延伸出去 一路画过去 数个大角 和数到这个角兽一 就可以画出一条 都挺工整的一条曲线 就叫做春季大曲线 大家也可以拿它来帮助辨认星空 首先我们就讲讲这个狮子座 狮子座就是一个王道的星座 狮子座所处的位置 所以就是在我们中国星寿的四象三魂二十八寿里面的太微魂 都是一些比较 在天庭里面比较核心的地方 大概就是贵族和黄室人物所住的地方 所以在那里附近的星星都比较有霸气 或者有些贵气 例如上面有一颗狮子座的主星 就是牵圆十四 还有五帝座一 和牵圆十二 牵圆十四就是一颗 它的视星等是1.35等 它的颜色就是白白色 就是这样的 这个牵圆十四 牵圆就是上古时代的中国的一些皇帝 但是实际上 它不是指皇帝 其实它是指皇后 代指皇后 因为牵圆就是对应五行里面的属土 应该是这么说 金木瑞霍草的土 土就是土为阴 在古代里面 地位最高的女性是哪个 莫过于皇后 所以牵圆十四 其实就是借子皇后的一颗星星 另外在狮子座的尾巴 就是五帝座一 就是狮子座第二光的星 它是一颗双星 大家用望远镜尾巴 试试观测 看看能不能分得到两颗 看看能不能分得到两颗 然后轮到牵圆十二 牵圆十二也不暗 视星等1.98等 我们可以叫它两颗星 这个狮子座 中国就是说它是 它处于皇后 如果西方 例如在希腊神画 它就是一只食人的怪物狮子 最后这只狮子 相传它的皮很坚硬 英雄凯格力斯 都是搞了一轮 才能修复到这只狮子 因为在春天的星空 我们的夜空 其实显示的是 离开了我们银河系的盆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在外面 就是我们银河系以外的 一些天体 最多的就是星系 所以我们春天的星空 我们介绍的深空天体 可以这么说 十个有八个 都不是我们银河系的天体 十个有八个都是星系 我们的狮子座 其实背景有很多星系 但是很多星系都离我们 比较遥远 我们就看不到 我们就在这里介绍 几个 体积比较大 比较容易观察 我们不用拿一些 天文台的望远镜 都可以看到的一些星系 最主要就是有两群的 就是狮子座三重星系 和狮子座I星系群 我们先看看这个 这个就是我自己拍摄的 也是用麗光的遥控望远镜 来拍摄 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狮子座三重星系 我们看到 一二三 就是这颗星星来的 这个就是 它们三个之间是有引力关系的 有引力在牵引着 甚至这个 如果大家眼力好一点的话 会看到它拉了一条潮直尾出来 就是说它有些物质 被别的天体 被别的星系 一直拉出来 好了 这样呢 这几个星系 分别就是M65 M66 和NGC 3628 这样呢 这几个星系 单个星系 就不是很大 个 视星等也不算很光 说的是大约 最长的那条边 就是十角分左右 视星等就大约是 9等 9等 10等 不过这个暗些 这个3628 就比较暗些 资料就说 它是14.8等 但是呢 虽然呢 这个数字上 它们是说 比较 比较暗 但是实际上呢 因为这个星系 在我们观察来说 它和背景之间的反差 比较高 所以 其实呢 不是大家想象中 那么难看的 尤其是如果用天文摄影 就是用相机去拍摄的话 其实就很快出到轮廓出来的 那当然呢 拍得漂亮呢 就要再长时间一点的曝光 和再要搭照 这样呢 这几个星系 例如这个M65 就是一个螺旋星系 记得的朋友 可以看回我们秋天的星座 就看看一个典型的螺旋星系 是怎样的 那就是 可以参考三角座 那个M33的星系 大概像那样 那另外呢 这个M66呢 也是一个螺旋星系 而这一个NGC3628呢 那是一个什么星系呢 是不是一支棒 那样呢 其实就不是 那其实呢 这个星系呢 它应该呢 都是 它应该跟我们的银河系 都是比较相似的 是一个棒船星系来的 就是一支碟 只不过刚好 这个星系呢 它是边缘向着我们 所以呢 就看下去呢 就好像一根棒 然后这些层埃的话呢 这些在它中间的层埃呢 穿过了 即是叫做 隔着了 这个星系 和我们之间的视线呢 整个造型呢 就有点像漢堡包 那所以有些天麻外号者 都叫它做这个漢堡包星系的 但实际上呢 它的样子呢 其实是类似我们的银河系的 好了 那我们呢 拉光一点点看 那我们看到这条潮席尾呢 就更加清晰了 好了 那另一群呢 就是这个狮子座I星系群 那就是M95 M96 M105 和这个NGC3384 那我们看到了 那其实呢 如果我们有望远镜观察呢 大概 会是这样的样子 如果口径大一点呢 那就看下去 就会是光一点的 那这样呢 这些星是全部都很小 三角分 五角分 最大的那个M96 都是七角分 那这样 他们有一些呢 就是这个棒船星系 那有一些是螺旋星系 那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M105 这些呢 它就是比较 物质质一些的 密度 就好像一只蛋 那样的形状 那这些呢 就是这个椭圆星系 那一般来说呢 椭圆星系呢 它里面是 那个物质上面 就会比较少些尘埃 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 亦都可以看看 这个哈勃的星系分类图 那说到椭圆星系呢 那大概是这些呢 说到这些呢 那形态呢 就是真的是一个波 那样的 或者是一块饼 那样的 一块密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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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饼 那样的 那这些呢 这些呢 就是这个 那这些呢 饼船星系呢 那这一边就是一个棒船星系的 那它们就是 一些分类的图 那这些呢 那这些呢 是不是代表星系呢 一定是由 桌圆星系 慢慢变成这样的呢 其实就 没有这个关系的 那里面就 那就是 纯粹呢 就是分类的 那意思 那下一个呢 那就是 就是巨蟹座 巨蟹座是一个挺暗的星座 怎么找呢?其实也挺难找 我们可以尝试用狮子座的身躯 拉一条线上去 然后试试看不看得到巨蟹座的星星 巨蟹座的星星最光的那一颗叫做柳瘦真十 视星等只有3.5等 另外还有这颗在它中间的鬼兽4 就是3.9等 也挺暗的 巨蟹座的星星相对比较暗 通常人们找不是找他的星星 是找他另一个深空天体 就是M44鬼兽星团 大家都听到了 顾名思义 巨蟹座所处的地方 就是鬼兽 即是说鬼 代表着鬼 那为什么 有这么多地方不选 在天上这么多地方不选 偏偏要选巨蟹座 是觉得它是一个鬼的地方 一个鬼地方 因为在古代的时候 这个下置点就是巨蟹座 即是说在一年之中 白天最长的那一天 中午时分太阳就会运行到巨蟹座这个位置 好了 那倒回转了 反回转了 也就是说在冬天夜晚最长 冬天夜晚午夜最长的时候 这个巨蟹座就会在夜空的顶点 古代人相信 那些人死了之后 灵魂就会升上天 那升上去天哪里 当然升上去天最远的地方 这个最远的地方 就是巨蟹座 位于巨蟹座的这个天区 所以 中国的古代人将它叫做鬼兽 在西方 这个地方就是巨蟹座 巨蟹座是什么 巨蟹座相传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偷襲 这个 海格力斯的一只蟹 但是呢 战斗力就好像 不是很高 被这个海格力斯发现了之后 三两下手脚就搞定了 好了 其实呢 我们通常 如果是找巨蟹座 都不是找他的星星 刚刚说过 就是找鬼兽星团 这个地方 都不是很吉利 因为鬼兽星团 象征是什么 因为 在一个很黑的地方 看鬼兽星团 就好像我们有少少 像我们看猫星团 那样 就会看到 那个地方 就好像一团 有些 有些 蒙蒙的 雲气 有些蒙蒙的 一团东西 肉眼看起来 好像一团气 所以 它是鬼魂的地方 所以 这个地方 就是 这个鬼兽星团 又名是 即屍气 就是 一些 屍体 一些 气体 所以 这个地方 也挺 不吉利 这样 在天上面 除了鬼兽的职丝之外 另外 还有一个 就是 遗兽的职丝 所以天上面 是有两个职丝 当然 在西方的文化里 就是叫它做 蜂巢星团 就是觉得 它 好像很营养丰富 那样 所以就叫蜂巢星团 这个蜂巢星团 或者我们叫做 鬼兽星团 或者是即屍气 他 这个 大小 也有分大 有九十五国分 就是可能有 有三个 没有满月那么大的 那么 试星团3.7等 当它聚在一起之后 其实 那个感觉 都挺容易 看得到的 下一个 就是后发座 后发座 我们看得到 就是 在连线上面 就是三个星星 而且 不是很光的 那怎么找呢 我们用 这个 C座的 身体 又是这样 拉成一条 直线 找下去 找哪个 其实 如果有看过 其实就是 找 不是找 后发座的星星 不是找L字形 那个星星连线 反而就是找 后发座 星团 因为 如果你 去到一个 比较暗 的地方 你看 后发座 这个位置 你就会发现 好像有一堆 金粉在这里 闪着闪着 闪着 这样的 其实 就挺清晰的 更清晰 这些 这堆 闪着 闪着 你会被它吸引 去看的 因为 都挺有趣的 这个 而 这里 它的 闊度 有十度 那么多 所以 如果地方够黑 你是非常之容易 看得到的 这个 后发星系团 好了 我们再看清楚 的确是看到 有一堆东西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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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个 后发座 顾名思义 就是一个皇后的头发 他最后 就是献给神 然后神 就将他升上天 就是作为 这个 就变成后发座 这个 而这个 这个 他最光的星星 就是这个 周鼎一 事先有4.26 也是比较暗的 这个周鼎一 也就是 古代 那些 顶 那些容器 就是很大座 青铜造的 那些顶 那些容器 就是这个 好了 我们一放大来看 就会看到 这个天驱 虽然他的星星 比较暗 但是 如果我们放大来看 就非常精彩 因为 后发座 其实是位于 这个 就是 他所处的地方 就是银河系的 就是向拔的方向 所以呢 由于 那个 物质 比较稀疏 我们不容易被银河系的 星星 和银河系的 尘埃 所以我们在 这个方向 其实就可以看到 很多 外面的天体 也就是一些星系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星图 不停地 都已经看到 一堆 这些深空天体 而这些深空天体 大部分 都是星系 来的 如果我们用一个 口径略为 大一点的 例如 C925望远镜 大约是一个 10寸的望远镜 左右 配搭这个 14mm的木镜 去观察 这个 后发座星系团 大概是这个位置 如果我们的观察条件 环境好 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的景象 这个背景 你看到很多 其实都不是星星 反而是一些星系 来的 因为 这个背景 就是 整堆星系 一些 巡天望远镜 就在那里 掃过之后 就是一些 大型的天文台 用巡天望远镜 去掃过 这个 天驱之后 可以 它标定了 三万个星系 出来 那我们就肯定 说不完 那我们就抽 几个 比较大一点 大家会容易 看得到的 亦都比较典型的 一些天体 出来 就和大家介绍了 首先就是 这个M53 球状星团 在哪里 是这个位置 大家 如果找到 室里座 不是 后发座的 这个星星 再掃上去 就会 比较容易找到 这个就是 M53 球状星团 其实都很光 8.33分 市直径 就是13分 偏小一点 但是 这个尺寸还好 我们都会 看得到 都比较容易 看得到 它是离开我们 比较远的 一个球状星团 还有这个 M64 黑眼星系 这个很壮观 这个拍到 当然是 因为这个是 哈勃 哈勃太空望远 拍摄出来的 景象 我们看到 这个星系 就是一个 螺旋星系 你看到 它的核心 没有一个 类似棒撞的 一些物质的聚集 反而 你看到 这个星系 这个 这个星系 好像有很多 尘 好像很多 尘埃 这样 这个星系 就 不是很大的 直径 是10分 10个角分 市星等 9.4等 但是 仍然 都会看得到 接下来 这个M98 星系 尺寸 它的星等 差不多 也是一个 螺旋星系 看上去 它比较 偏偏側 就向着我们 我们看到 这个螺旋星系 没有那么多 尘埃 这个 很多尘埃 这个 M64 黑眼星系 这个 属于 室女座星系团 距离我们的银行是6000万光年 那就是这个M100 星系 那M100 那些 参数 差不多 不过它 又会再小一点 那 我们看到 这个也是一个很典型的 螺旋 螺旋星系 那这个 就不是哈佛 拍摄的 这个是一个 准天文台 级的 一个望远镜 拍摄 如果大家有心 有心去买 都会是 负担得起的 一个 一个望远镜 系统 这个 这个 这个形状 比较特别 叫做 NGC4565 针状星系 这个 又是要多谢澳门天文摄影协会 提供了这个照片给我们 这个星系 就比较大的 这里 直径大约15角分 这样 10等的星等 虽然看上去是一支针 实际上科学家 研究过它 也是一个螺旋星系 只不过 又是 好像之前说过一些星系 刚好 旁边对着我们 所以看上去 就好像一支针 那样 下一个 就是说这个 室女座 室女座 是一个 挺大的 这个 这个星座 怎么找呢 又可以用 狮子座的尾巴 一路掃下去 那我们 找到这个 室女座之后 就是看看附近 有没有一粒很光的星星 角兽1 不过如果是我的话 我通常就会是 看看找不找到 烏蛙座 找到烏蛙座 反而 就更加一支 容易认角兽1 如果角兽1 上到来 其实 都不难找的 你也可以 一次过找大角 和角兽1 这一粒是橙橙色的 这一粒是蓝白 蓝白 这样的 如果你找到这一对星的话 偏 藍 哪一粒 就是角兽1 偏 北 哪一粒 就是大角 那 你也可以 加上 哇座 去确定 你到底是 确定哪一粒 是大角 哪一粒 是角兽1 那我们看看室女座到底有什么 这个室女座 其实也是一个黄道星座 就是大家经常说的柱女座 那它最光的星星就是角兽1 它是一个双星系统 天上很多两星都是一个双星系统 那它就是角兽 即是什么角 其实是很威风的 这粒星星象征 它是处于东方苍龙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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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象三缓二十八兽 它就是属于 这个东方苍龙的那一象 这样 那只角 就是苍龙的那只角 所以 这个角兽1 是非常威风的 而它旁边这一粒 就是角兽2 星星的升等就暗很多 是这个3.38等 而这个角兽1 就是这个1.04等 另外我们还有这个 东上上 东上上是什么来的呢 是天庭的一位官员 一个官的名咸 之前我们也提过 在这个天区附近 其实就是这个 太微换 亦都是这个 皇宫那里 就是一个近皇宫的地方 所以 在这里附近很多象征的代表 都是和皇宫和皇帝有关系的 好了 那么室里座呢 这个区域 室里座和后法座之间的交界 也是很多星系在这里 这里 这个方向就是室里座星系团 里面有很多星系 你看到这里 这里看了很多 其实不止的 如果我们 将那个 升等 再放宽一点 看看更多 暗一点的星星的话 你会发现整个画面 也是 当然了 我们也会选一些 是大家看到的 也是有特色的 出来跟大家介绍 所以我们会介绍这几个 好 看看背景图 其实我们如果用相机 指向那个方向 我们就会发现 哇 其实是很多 很多星系 我们看到这个 除了眼前的 这些 这些是星系来的 这些不是星星 这些是星系 这些是星系 我们会看到 眼前 除了有很多星系之外 背景 例如 你看到那些 不是圆形的 一些点 多数都是一些星系 你看到很多 这里 这里 这里只是 其中一部分 在这些星系之中 有几个星系 大约有十个八个星系 他们的形状就像一条链 这样 就串成了 我们叫做 马卡梁星系链 这个 只是一条链 其中一部分 因为受限于 我用来拍摄的 望远镜 就不够 不够广角 就拍不完 我们看看其他朋友 拍摄的 马卡梁星系链 是怎样 就是这样 一条过 所以 它的形状都很像 一条链 所以就叫马卡梁星系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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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去看看 其他的深空天体 首先是M58星系链 看上去 一个比较典型的棒船星系链 因为核心 它是比较 有一个物质 有一些比较 类似棒状的结构 这些距离我们六千八百万光年远 它就是 时星等大约十等左右 直径就是大概六分左右 都算比较小 但因为它相对背景来说 它的反差比较高 所以 都会见得到的 用望远镜看的话 不过 你看的时候 未必见到那么多东西 你可能只见到中间核心最光的部分 好 另一个就是M84星系 M84星系 就是 这个 我们放大一点来看 其实没有什么细节 因为它是一个椭圆星系 主要的都是一些气体 和一些恒星聚集 就是物质聚集 比较少一些层埃 另一个 这个就出名了 这个就是M87 室女座 A星系 这个星系 是一个 非常 就是比较活跃的星系 它的星系核 非常活跃 活跃到 有一个噴流噴出来 这个噴流噴射的速度 是达到 应该是 是光速10%以上的速度 是非常之快的 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么激烈的反应呢 那科学家推测 这个星系里面 就有一个超大质量黑洞 而这些超大质量黑洞是怎么来的呢 那科学家 就相信 就经过电脑模拟计算 就发现 这个椭圆星系 是由 旧时候 应该是由 几个星系 碰撞之后 合併而成的 那它这个直径 就12万光年 比我们银河系 大一点 但是这样 大家要记住 我们银河系 是好像一只碟 那样的 而这个 室里座A星系 是一个椭圆星系 所以这个星系 它的物质分布 是涨起了 好像一个球体 那样的 所以呢 科学家推测 这个星系的质量 可能有机会 可能是我们银河系的200倍 那么大 所以呢 这个星系的质量 那么大 所以它就在这个 室里座星系团的中心位置 也有可能 是它的引力 拉动整个室里座星系团 好了 那么这个呢 这个照片就比较出名了 那就是 2019年4月10日发布的 人类史上第一张 黑洞的照片 那么其实我们呢 人类呢 就在这个 讲这个黑洞的时候 其实就讲了很多年了 那么 因为 又经过很多电脑模拟计算 又经过很多理论的推测 那就讲黑洞 已经讲了几十年了 但是呢 一直都是没有一张 拍不到一张黑洞的照片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黑洞是一个高度压缩的天体 所以呢 是讲的是一个 可能是 一个太阳那么大的一个天体 压到好像 一个纽约或者一个香港那么大 所以呢 是非常之小的 它的体积 所以在人类目前 就是 之前 人类的科技 其实到现在也是 人类的光学望远镜 是没有办法 直接观察得到黑洞的 而这个 M87 A星系 是用了另一个方法 成像出来的 严格来说 不是用我们认识的望远镜去成像的 但是都叫我们拍到这个黑洞 拍到这个黑洞的画面出来之后呢 就发现和我们理论 和我们理论推测的黑洞的形象是吻合的 所以证明呢 是我们物理学的一大胜利 就是证明我们的物理学 暂时都是对的 好了 下一个呢 就是这个M90 星系 我们看到 亦都是一个螺旋星系 它的角度 都质质地对着我们 在望远镜上拍下去 都挺漂亮的 好了 那这个呢 就是M104 阔边母星系 这个星系 就比我们刚刚之前说过的 那些大小小 那视星等 就 大约九等 这个 阔边母星系 我们用我们的业余 就是业余天文爱好者 用我们的业余望远镜 都可以拍到 有这么多清晰 那这个呢 就口径再大一点 拍下去 就画出很多细节 我们这个星系最大的特点就是 它那个尘埃圈 它外围一个尘埃的 一些物质聚集 不知道是不是会成为 一个圈的状态 那样的状态 就正对着我们来的 那看下去呢 就 连上它的星系核 那样出来 那样 看下去呢 就像是 好像一顶帆 好像一顶帽 那样的形态 所以就叫做 帆帽星系 但是呢 科学家到目前为止 暂时都未清楚 到底这个星系 是一个 椭圆的星系 还是一个普通的 螺旋星系 好了 那我们来到最后 就是看这个 木枯座 那木枯座 要 顾名思义 就是一个牧羊人 或者是这个 这个 这个 龙夫 那样呢 因为木枯座 也是离开着 我们银河系的盆面 那所以呢 深空天体比较少 甚至连星系都比较少一些 那我们 在后面 会和大家讲一讲 为什么呢 那木枯座呢 它的最光的星 就是大角 那它是全天第四光的星星 那怎么找呢 那其实最快去找的方法 就是用北斗七星来找 那就是用这个 春季 连成这个春季 大曲线的方法 那就是利用这个 大虹座的尾巴 也就是北斗七星的斗柄 这样拉一条曲线 那我们就指向木枯座 然后就可以大概 就可以指向大角星了 那这个大角呢 那就是 一个全天第三光的星星 它这个视星等就是-0.04等 那它这个大角 又是代表什么呢 代表这个东方苍龙的角 象征着这个皇帝 这个帝座 也都是一个 象征着一些很威武的 一些东西的一颗星星 那它旁边就是有一颗锦河一 那就是一颗联星来的 那么 那么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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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 大约呢 就是2.7等 左右 那大家呢 可以看一下 那 试一下用望远镜 看看 分不分到两颗星星 那 那锦河又是什么来的呢 锦河呢 其实它就是位于这个底兽 那 象征呢 就是一个 一个天茅 一个天茅 这样的形象 那 如果呢 参考一些 中国的古书 那 它呢 它画了一个兵器架在那里 插着一支茅 那 有一些古籍呢 就是说它 在这个 在这个 星星附近 如果出现一些 天象上的变化呢 通常呢 就是代表 一些 关于军事上不好的东西 那 不过呢 如果 正如我之前说 就是说 它因为是一个 就是一个 武器架 插着一支茅 那 也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它是一个 宴会上面的兵器装饰 那 所以就 啊 这个 这些故事呢 信哪个呢 那就是看下 那就是大家可以 再去查资料 再想像一下 好了 那这样呢 因为呢 刚刚也提过了 木枯座 它这个天茅 的深空天体 都是比较少一点的 那 都会有一些星系在那里 但是就比较少了 那 这样呢 它一个大家都比较容易观察的 就是这个 NGC5466的 一个 球状星团 大概呢 就是这样的样子 那 刚刚提过呢 就是 为什么说 木枯座呢 就是一些深空天体 甚至连一些星系 都比较少 原来呢 就是呢 因为木枯座 那个所处的天区 刚刚就是 就是 在一个空洞里面 在一个空洞里面 这些是什么来的呢 这些呢 就是呢 我们 做一个天文观察 那 如果是一个 很大尺度的 去观察的话 那我们呢 就会发现 原来我们星系 或者宇宙的物质 它的排列 就有点像 我们人类 那个神经 那种状态 那种状态 一丝一丝 这样的 那我们见到呢 有颜色的地方 就是说 是物质 比较密集一点的地方 而 这些呢 空洞 黑色的这些位置 就是物质 就是比较稀疏一点的区域 那 木枯座所处的天区 呢 刚好算 就是 坐落于这些 这样的空洞上面 所以呢 我们会观察到 它的一些 深空天体 就会是比较少的 就是这样来的 好了 那今天呢 我们的节目呢 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记得关注 点赞 收藏 和分享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